頒授青天白日勳章 即空軍一級上將關接 0102黑鷹殉職將士 聯合宮殿典禮14號上午舉行 總統蔡英文親自追班勳章 跟包養令 由殉職家屬代表接受 各位辛苦了 謝謝你們 你們任務完成了 這八位優秀的將士殉職 不僅是國家重大的損失 也讓我們感到十分的心痛 與不捨 這次殉職的將士包括 参謀總長空軍一級上將沈一鳴 總士官長陸軍一等士官長韓正宏 副局長空軍中將于清文 助理次長陸軍中將洪洪軍 飛行分隊長空軍上校葉建宜 侍從官空軍中校黃勝航 飛行官空軍少校劉振復 跟機工長空軍一等士官長許鴻斌 等八人 悲難以吞咽 痛難以撲平 心中滿滿的不捨與哀傷 也難以言語表達 攻擊現場播放殉職將士回顧影片 場面莊嚴哀期 蔡英文表示身為三軍統帥 他會給全體國軍最大支持 我也要宣布從今天起國軍新增的三項夾擊方案 包括空降特戰勤務夾擊 還有沈總長跟沈 跟韓總士官長在生前所推動的飛行軍官蓄服 蔡英文強調希望受惠的國軍謹記 沈總長 韓氏官長等殉職將士精神 期許國軍未來繼續堅守崗位 保家衛國 就是向殉職者道別懷念最好的方式 功績上也進行傅齊儀式 願烈士軍魂永遠安息 傅齊 遠視新聞 珠谷烏溜台北市採訪報導